中佳新聞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中佳新聞 我是蔡曉君 新聞一開始要先帶你來看 國內體育重要的推手 台灣體育總會理事長 在基隆市舉辦交接典禮 副總統賴清德特別出席 並頒發秉額來祝賀 賴清德肯定卸任前前國策顧問鄭景周 在這8年理事長任內 舉辦的全國大劍走等活動 對推廣全民運動貢獻良多 也期許新任理事長王輝 在既有的基礎上 能夠讓國內體育更上一層樓 台灣體育總會理事長交接典禮現場 副總統賴清德親自出席 並頒發匾額祝賀 在行政院長任內 投入近百億元預算 充實全國運動場域的設備器材 並提出10年64億元的 優秀體育選手培育計畫 賴清德特別感謝前國策顧問鄭景周 在8年理事長任內 舉辦全國大劍走等多項大型活動 對推動全民體育貢獻良多 也相信接任的屏東縣小運之友會會長王輝 在既有基礎上 可以讓國民體育更上一層樓 再次用這雷掌聲來感謝鄭景周 鄭景周 體育的老兵 體育的老兵 為體育的貢獻 可以說是 竭盡所能 竭盡行李 另外呢 我們也要肯定 我們汪輝汪里市長 今天我們很清楚 為什麼前立法院蘇嘉全 蘇院長會親自出席 今天的這個盛會呢 原因是王輿市長 是屏東 屏東 體育界長年來努力的健將 包括前立法院長蘇嘉全 立法委員蔡世英 許淑華 陳雪生 及旧市長李又昌等人 都出席交接典禮 鄭景周特別感謝王輝 一上任就贊助300萬元的體育基金 王輝也表示 會在鄭景周奠定的良好基礎上 讓台灣體育總會好還要更好 我們非常謝謝 我們新的理事長 王輝是來自屏東縣 也曾經是屏東縣的商業會 體育會理事長 我們請他大力來支持 我們這個台灣體育總會 而且台灣體育總會是在全國各縣市 22個縣市的體育會來組成的 而且我們王輝市長 非常的當選 馬上就贊助300萬的體育基金 讓我們來發展體育 我們也希望王輝市長 能帶領台灣的體育也好 在我們鄭景周一項 奠定非常好的基礎 所以這個鐵育會是很稀奇的地方 只要是好再才好 他人是正通人和 不管什麼活動 都辦得有聲有色 只要第一而已沒有第二 所以他在電鏈基礎的時候 有需要的時候他繼續增加 讓我們鐵育會的時候 辦得越來越好 讓大家健康又快樂 據調查顯示 全台體育參與比例高達80% 而國人每週至少運動3次 每次運動30分鐘的比例 也有33% 顯示在政府與民間共同努力下 國民運動風氣逐年提升 對維護國民健康 與民心士氣的凝聚 都有很大的效果 記者張啟騰基礎報導 而體育會在中正區 舉辦著熱鬧的 全國新住民健走 與嘉年華活動 吸引了超過4000位的民眾 參與這個健康 又有多元美食文化的活動 還有精彩刺激的抽獎 大家都收穫滿滿 這個由基隆市體育會規劃的 新住民健走嘉年華活動 天氣非常适宜 出發前由貴賓們鳴槍 大家一起從八斗子魚市的海公號 前往潮進公園 然後沿途會經過 非常有特色基隆城市景觀風情 沿途有山有海 有漁港有社區 讓大家走出戶外 呼吸新鮮好空氣 一起走出健康走出自信 也讓大家認識到 基隆中正區的好山好水 新住民嘉年會騎健走 我們從海公澳 比賽跟海公澳走 經過我們的八斗子海科館 然後再經過我們的長灘裡 到潮進公園 在那邊我們有三十攤的 異國美食 包括有越南 泰國 菲律賓 還有大陸上海的水煎包 而且每一個都有準備了兩百份 而且以後我們蓋子很衛生的 讓我們參加健走的前世市民 大家一起來享用 而且單單變速腳踏車就三十幾台 大到小好獎一百多個 希望全市的市民來參加 新住民嘉年華會 讓我們大家健走 身體健康中大獎 而透過健康運動 多元特色文化美食 可以促進在地的多元融合 也達到了宣傳基隆觀光特色的目的 辦這個活動 你要找對地方又找對人 不但風景非常的美麗 人又和善又熱情 當然這個地方是最佳的 最佳的地點 沒有比這邊還好的 你走過來還是會很累 不會啊 很舒服喔 一邊看話一邊走路 我覺得很舒服啊 兩個人講話就走得很快啊 今天沒有下雨天氣非常的涼爽 舒服 會不會很 不會啊這個路都又很平啊 很平嗎 哇這個天使地獄的目的 那運動有沒有很重要 非常重要 要活就要動 會不會累嗎 不會 不會 會不會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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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我們這邊比較好 老年人就年紀大一點 對 多走走嘛 對對對 你好棒耶 走多久了 會不會累 你有累嗎 有沒有累 哈哈 對對對 對 對這樣的路程對小朋友來講 應該還OK 對還好 這段路你覺得怎麼樣 有沒有覺得說 趕到基隆的特色 有啊 你剛剛看到什麼 就很多海邊啊跟租船 對 參加民眾非常踴躍 因為主辦單位還規劃了 新著名的美食 舞蹈嘉年華 好康抽獎等活動 讓過程相當的豐富有趣 展現台灣在地的多元文化 跟溫馨包容 是我們這條路線 基本幾個年 可以說 這個路線 是我們中間屋 建造最好的路線 這樣走過來 這樣一趟感覺怎麼樣 很好 舒服 舒服 這樣走過來會不會很累 不會 不會啊 不會啊 風景怎麼樣 很好 很好 這椰窟耶 這椰窟耶 這裡不是 這裡是長坦 怎麼是包庫 包庫就什麼 我看到很多人 很多人 大家都走得蠻高興的 啊 環境耶 環境很好啊 對啊 今天天氣又非常的適合踏青 健走 非常的好 其實 這個路線 中途是進到我們巴豆子漁會 然後進到 我們的一個海客館 其實也讓我們 非常多的市民來 一趟我們 很多人其實海客館 平常不容易接觸的到 對那藉由這個路線呢 其實大家也可以來看看 我們海客館的沿路湖的 不管是它管體的 硬體的設施 或者是裡面的一些 展覽的一個部分 那其實 反正我們玩了之後 因為都要回去騎車嘛 所以 一樣 就會在我們的園區 稍微走走晃晃 那其實也可以讓我們的市民 更加了解說 我們巴豆子這個區域 其實有非常好的 海客的文化 對啊其實這個蠻好走的 對啊蠻好走的 對啊 風景又漂亮 正中的空氣又好 而且基隆又沒有缺水 非常高興有這個機會 我們看到我們基隆市的體育會 再度來承辦 我們全國 臺灣運動總會所建議的 我們的新住民的見走活動 那現場有許多的攤位 都是新住民 非常有特色的餐點跟攤位 那這個東西我認為 對於新住民來講 對我們一般的市民好朋友來講 都能夠有更多交流 有的一個機會 那我記得這已經是第二屆來舉辦了 那辦得非常的不錯 那我也看到現場很多的好朋友 那在曹晉公園 風光明媚 除了見走 也品嘗美食 祝福今天活動 圓滿成功順利 謝謝大家 謝謝 新住民在台灣已經將近有百萬的人口 那在基隆地區有將近突破一萬多人 這裡要特別謝謝基隆市市長林宥昌市長 對於新住民的照顧 對於新住民各種輔導跟安排跟措施 都做得非常的道地 基隆市一個海洋城市 也非常是一個移民的社會 非常關心我們新住民 我想新住民不管他來多久 這邊都要融入我們的基隆一份子 我想這邊基隆市政府一定會全力來支持我們新住民的政策 那在這邊也祝今天的活動圓滿成功 那等一下抽獎也祝大家能夠做到大獎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需要其他的文化 其他的國籍 其他的心血進來之後 這個社會才能更祥和 才能更有包容力 才會更發展 一句話 祝福大家越走越健康 身體一定要健康 才會幸福美滿 謝謝大家 謝謝 健康起步走 全家幸福通通有 祝福大家謝謝 我今天看到很多民眾 他們都嘴巴笑得很開 為什麼 因為有各個的料理 各國的美食 因為現在沒辦法出國 然後他們都來這邊享用美食 然後大家都好像家出國一樣 我們真的非常感謝新住民的好朋友 幫我們帶來多元的文化 幫我們帶來多元的美食 真的謝謝大家 也祝今天的活動圓滿順利成功 希望大家能夠透過這個劍走 來感受到運動的快樂以外 另外我們也希望大家能夠體驗 各種不同異國的文化 如果有外地民眾 未來想要體驗這樣的劍走路線 目前基隆中正區有非常便捷的快捷公車系統 透過1579 2088的路線 都可以輕鬆的來體驗這個有山有海 非常適合全家親自游的路線 希望大家都養成運動好習慣 健康快樂一輩子 記者黃日生基隆報導 接下來要帶你來看110年的 柔力球錦標賽在基隆舉行 總共有來自基隆市新竹市 及桃園市共三個縣市 47對820輪參與 參與的民眾以武會友 場面十分熱鬧 110年全國柔力球錦標賽在基隆舉行 總共有來自基隆市新竹市和桃園市 三個縣市47對820人參加 以武會友場面十分熱鬧 全國體育總會第23屆 卸任及新任理事長鄭錦舟和汪輝都強調 全力支持把柔力球運動推展到全國 運動健身發光發熱 我們一把柔力球推展到全國 我們雖然只有到彰化有隊 我們現在推薦去 因為台灣體育總會所俠的22個縣市 包括高雄 屏東 金門 連江 澎湖 我們以後把柔力球推展到全國 好不好 讓我們柔力的能力就超過所有活動 你看這麼多議員都要支持 你叫支持 我們團結一條政府 對不對 我們在扮活動 賺錢就不用拚 不用拚運 你就要一個議員 跟他賺3、5萬 或是說 向江議員 向李議長 向鄭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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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投5萬 我理想到新郎說 我賺8多分 他賺的 他賺的 他賺的是政府 我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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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問題 但是你要記住 你們這些人要支持 去那幾萬 五萬三 這票 怎麼回到 你們家 五位 這五位支持 一人回到一票 對不對 那十萬的時候 你回到五票 好 這樣好不好 好 好 包括基隆市議員 童子偉 鄭文廷 張秉均 以及前立委 謝國良 都親自出席致辭 為參賽隊伍加油打氣 隨後到現場的民意代表 也為精彩的柔力球表演 鼓掌喝彩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被外界點名為接任交通部長 熱門人選的 金融市長林又昌 表示接任人選 總統與行政院長 會做出最好的決定 至於他個人 則會好好的把金融做好 不做其他思考 針對交通部長林佳龍 因為台鐵太魯閣事故 請時獲准 林又昌特別肯定 林佳龍在交通部長任內 推動多項改革有成 並以負責任的態度 展現他有為有手的政治高度 佳龍部長 是一個非常優秀的 政治人物 而且他在擔任交通部長的期間 其實推動了非常多的改革 還有建設的一個工作 其實大家都有看到他的一個成績 也都非常的肯定 這一次因為這個事故的一個關係 所以去職 我想也展現他有為有手的 這樣子的一個政治高度跟態度 而對於被外界點名為接任交通部長 任門能選之一 劉昌謝謝大家的台愛 不過他也強調 目前的身份是金融市長 會好好把金融做好 不做其他思考 這個總統跟院長 他們一定會做出最好的一個決定 那至於我個人 謝謝大家的一個台愛 那我的身份跟角色是金融市長 而且現在金融市有非常多重大的一個建設 跟市政的項目 正在如火如荼的推動當中 那特別我們今年年底還有非常重要的 城市博覽會要舉辦 那這是我對金融市民的一個許諾 那改變金融也是我的一個責任跟使命 所以我會好好把金融做好 不做其他的一個思考 至於是不是把目標放在台北市長 劉昌表示去討論政治人物的下一步 他覺得都是想太多 他會盡最大努力做好本分的工作 這是政治人物應該盡的責任 至於未來的選舉就留待以後再來做思考 記者張啟騰金融報導 再帶你來看在金融市政府官銷處處長 曾滋文的細心安排下 金融市長林永昌嫌抗力 和副市長林永發秘書長黃俊毅等局處首長 昨天下午專程到台北華山1914文創園區 來參訪台灣文博會 林永昌希望借進文博會的新概念 作為今年10月份金融市舉辦城市博覽會的參考 2021台灣文博會以數據廟會集相信的力量為主題 透過手機掃描或下載相關程式就可以進行導覽 以及在各展覽館中的選務區 就可以直接購買各種文創商品非常方便 也吸引大批年輕人排隊要進入台灣文博會各館中參觀 今年的台灣文博會的執行單位 台灣設計研究院 將文化創意和科技以及商業做更進一步的結合 因為去年疫情關係嘛 我在想有沒有可能把商業跟文化整合在一起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可不可以多運用科技 所以今天有一個很大的 第二點是我們鏈接商業的網路的平台 不只在文博會期間 包括文博會結束之後商業的交易平台在上面 所以也因為這樣子我們 文化副部長當了省副院長的面前 寫下來我的目標是思議 在基東市政府官銷處長曾資文細心安排下 基東市長林又昌和夫人吳秋英 以及副市長林永發秘書長黃俊毅 連同都發處長徐燕新教育處長林助理 交通處長蘇先知 以及文化局長陳敬平等局處首長 4月18號禮拜天下午 專程到台北華山1914文創園區參訪台灣文博會 林又昌希望借進文博會的新概念 作為今年10月份 基東市舉辦城市博覽會的借進 其實每一年我們都會來參觀相關的一個設計展 文博會其實基東市政府也會參加 那今年因為我們在年底 10月2號到11號我們要舉辦2021城市博覽會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跟市政府的同仁們 大家一起來參觀今年的文博會 我們不只是來參觀也來學習 那也來看看今年的文博會的一個整個規劃的一個內容 那希望也能夠借進一些新的一些概念 也可以提供今年陳博會的一個參考 各館的策展人也陪同市長林又昌一行人 進入不同館內進行參觀並且現場導覽 也讓基東市政府參訪團更了解到 時下年輕人對於用什麼樣的科技方式 結合文化創意展覽和文創商品更有興趣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在這裡來看 基隆市議會召開預備會 決定從5月4號開始召開為期一個月的定期大會 而經過市議員們的討論 議會將要求基隆市政府相關單位 在定期會召開前 先針對預定10月份舉行的城市博覽會內容和規劃 向市議會來進行專案報告 基隆市議會召開預備會 決定從5月4號開始召開為期一個月的定期大會 而經過市議員們的討論 議會也將要求基隆市政府相關單位 在定期大會召開前 先針對預定10月份舉行的城市博覽會內容 和規劃向市議會進行專案報告 城市博覽會籌備說明 因為城市博覽會在11月就要舉行了 在11月之前大概應該每一次都組織要跟議會做點說明 當時我們在座有非常多的同仁其實要求說市政府 能夠把那個規劃的方向跟報告是提交到會來 但是我們後來收到官銷處的那份報告 如果大家印象還有的話其實是非常擔保的基業職 那我們覺得如果一個這麼重要的畢業典禮或城市博覽會 他要花這麼多錢應該要有一個比較明確的規劃案 是能夠被本會所看到的意思 如同審知議員所說的是正確的話 我們就在定期會之前 反正兩場三場都一樣 就叫他們到會來做決議的事情 市議員王審知認為先前市政府官銷處用幾張紙 向市議會提出單薄的城市博覽會報告實在不夠清楚 而且當初議會就有做決議要求市政府要再提出更詳細的報告 讓議會了解去年底通過3500萬元 城市博覽會的預算到底要怎麼舉辦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以上就是今天的試車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懂得聰明選車 繳納牌照稅我也有一套 現在只要手機下載行動支付APP 掃描腳踝書上的QR Code 就可以輕鬆完成繳納 當然其他儀化方式也可以 還有多元繳納管道任你挑選 開始 多元管道超Smart 輕鬆繳納動起來 慈云寺的財神店奉有五路財神 三清道祖與福德正神等 求財不運的香客相當多 每到財神爺聖誕總是吸引大批信眾 來到慈云寺直角求發財歸 以祈求能夠裁員廣盡 慈云寺也提供了財神燈 供信眾任養 到了慈云寺可千萬別忘到財神殿參拜喔 基隆慈云寺整年度的重要慶典 包括了元宵節藝文活動 文昌君聖誕 觀世音菩薩聖誕 玉佛節及祭孔大典等 無不吸引眾多信眾前來 慈云寺對於重要慶典 祭祀活動及社會服務 總是不遺略的認真規劃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歷史悠久 信眾眾多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中壇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又等你来看与洋文教基金会 释出在一一路大楼空间 交由年轻的专业团队 与创整合行销 改造成创业商务空间Working Bar 以24小时营业 分隔成小型办公室 以及会议室等空间 来帮助青年朋友 用年租或者是时租等方式 来创业使用 恰巧到基隆的国民党主席 将启程 更以立委的身份来祝贺 与洋文教基金会 释出在中正区一一路大楼空间 交由年轻专业团队与创整合行销 改造成创业商务空间Working Bar 以24小时营业 分隔成两间小型办公室 以及两间会议室和大客厅等空间 帮助青年朋友 用年租或时租的方式创业使用 热闹开幕营运备受各界肯定 就是一起加入我们改造基隆这个地方 创业商务环境的更友善 可以让这个环境更友善 基隆有一个重要的好地方 比如说青年来创业 那大家能够在这样子的地方 能够来促进产业发展 这个也是我们惨罚处这边 非常重要的工作跟业务 希望能够让大家来促成 我也希望它不是只有这几个 我们创业伙伴所共同成就的事情 更重要的它会是在基隆市 在未来竞争的时候 一个趋势的指标 有了温风霸的存在 我们未来可能我们对新的商业模式 对新的科技 对新的展望会有全新的了解 恰巧到基隆的国民党主席 江启臣更以立委身份献身祝贺 所以今天在基隆看到 有这样子的一个共享空间 working space 我觉得是非常不简单 因为其实离台北这么近 很多人一定会想说 我就到台北去就好 甚至包括基隆 所以我认为这是很大的 而且是要做起来 老实讲应该也会遇到一些困难 但是愿意做 我相信困难绝对也没突破 出席开幕仪式的许多位 来自基隆和台北商业界和社团 等各行各业的负责人 不乏自行创业有成 对于基隆市有这样一个 分享工作室空间的地方 协助青年创业 也表示支持和肯定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 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